我一直都沒有結婚, 唯一等他 後來我的老公死了 在廣州遇上他, 我看他一直沒有結婚 所以我和他好之後 我一直支持他的生意 是呀, 後來我發訓做人 拚命地做生意 所以才有今時今日的太子餅 是呀, 你聽到感不感動? 當然是感動, 我們也這麼感動 為何他不感動? 真的感動, 非常感動 不過兩位, 有些事我事先要跟你說清楚 什麼事? 兩位是老廣州, 在這裡有頭有面 知道兩位經歷的人肯定會不少 如果將來我們拍出來的電影 他們看完之後認為 跟他們知道的事實有出入 那就難免在外面到處唱 我怕在輿論上, 你也會麻煩你們 怕什麼麻煩? 那些人最多在外面亂唱幾句 有我丙哥在, 一點也不用怕 那倒是呀, 以我今時今日, 是不是? 我開幾句而已 廣州哪家報紙都不聽我的? 沒用, 照我說的寫 那…好吧, 就照你說的寫 不過在合同上要補充說明 劇本是按照當事人的事實和要求創作的 所發生的事件和後果 和我方麗生無關的 當然和你無關 這是我們的事嘛 是呀… 如果要重新編劇, 真是很麻煩 怎麼麻煩? 那編劇費是否多少加上20%呢? 錢而已, 答應你吧 那是甚麼問題 那就這樣說吧 炳哥, 這套戲寫得我們很好 很感人 當然了, 我們是出錢的 他敢不寫我們好一點 那就叫他快點回去吧 方導演, 劇本就看過了 好吧 那這裡是你說要追加那20%的稿籌 好… 希望三個月內完成這部戲 其他的錢, 我一定會準時到位 好…我明天在這裡見面 選演員, 好嗎? 甚麼… 甚麼選演員? 這裡有現成的, 還要選演員 你們兩位親自出鏡嗎? 當然, 我花這麼多錢 還億人? 炳爺八姑 我這部電影是由你們小時候 一起拍到現在的 時間花很長 那…中年你們倆可以親自出鏡 但小時候你們兩位是否要找演員去演好一點 小孩子那些就是我們三兩個說話 說過就算了 那至於十兩二十那時候… 我們自己裝不成年輕就行了 不是的, 你們不是說有化妝師嗎 不是, 你們倆的尊容 演十八、二十二, 真是不行的 誰說不行? 不是的 找另一個演員, 我說他不行 因為他不是我 是的 他怎麼能做出我們的事 沒錯, 我們自己做的 那我們做你們就最好了 是… 是的 炳爺八姑, 我最後再問一次 你們是不是要親自出鏡? 是, 要不是我們出鏡呢? 我不怕了, 我收回了 不…這樣, 兩位親自出鏡都行 不過我們要補充一份協議才行 不是嘛, 我倆親自出鏡 還要加錢? 不是…不是加錢 我先跟兩位說明 如果兩位親自出鏡 造成的後果由兩位負責 我就不負責 行了, 你在說什麼? 我們自己做回自己 有什麼效果? 沒錯… 肯定好嘛 肯定好 真是的 這樣的話, 我們寫一份補充協議 好… 好… 炳哥, 那我們就可以做明星了 是吧 很棒 不是… 有什麼… 那你別這樣做 不是… 我別這樣做 我這樣 欣賞 你得不到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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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做 是不是… 對… 你怎麼知道, 她剛結婚後 就出去搞女人了 那個八姑也不吃虧 小子, 她整天英俊 什麼心心相忍, 胡亂寫 胡亂寫的, 真是 李伯…你看, 你的疾心好 你兒子, 電影 以前我還沒打算, 我不知道 但是我和Dualtada大院之後 那個丙叔的風流也沒停過 那就是了, 太子餅搞武廳的時候 打算和八姑斬爛 後來他就為了打擊八姑 帶女人回來大院這裡 不過那武廳撿了一盒之後 太子餅沒有和八姑離開 因為他聽風水佬說, 八姑王他 所以他一直沒有和八姑離開分手 是呀, 我也聽說 這個太子兵發達不是因為他夠努力 而是走狗屎運 其實這些事我早就知道了 你早知道, 那你又這樣寫? 對了, 荒濤, 你知道他們亂說二十四 怎麼還不跟他搞什麼影畫 有人要把自己的招牌 你呀, 畢竟是個知名導演 賺錢是重要的 但是也沒理由自毀明星 自毀明星?不會 我敢肯定 太子兵和八姑的電影一定拍不成 但是錢呢, 我就照顧賺錢 我現在就等著他們跟我說 這部電影不拍了 接著我錢照收就行了 原來你一賭卷還沒好 不過這樣, 他們倆很聰明 你跟著水瓜打狗不能拒絕 是呀, 以太子兵的勢力 如果你得罪了他們 我怕不僅你拍不到電影 以後想在廣州立足也很難 我為什麼得罪他? 是呀, 得罪他豈不是捅錢過不去 我要他們心甘情願跟我說 不拍這部電影 還要一個先也不少把錢交給我 各位街坊、各位朋友 大家可能都疑問 今天為什麼我會選這裡 來開一個媒體發佈會 因為我籌備的一部新電影 我們的故事 兩位男女主人公 她們的甜蜜愛情 就在這裡開花結果 是有特殊意義的 接下來我們用熱烈的掌聲 歡迎我們的男女主角 隆重出場 我們在一起 安全電影 海外 我可以不信任 我們大家不要一直 融合 明天 有 什麼 明天 更事 我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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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火 救火 感谢观看 誰知道放火就沒有了 但放火的人一定是想燒死你和姐夫 你看看後面,雞腩大字寫著 燒死姦夫淫婦 糟了,你不再繼續拍這個電影? 換不換,全家燒死賴 我就拍出這種事 所以當初我才建議兩位 不要親自出鏡,請明星來拍 最後在那裡注明 是兩位的真實事件改編就行了 那人家就是想那把明星人 才出錢拍戲而已 不是,我出錢被人威風? 我是不是傻了一點 那炳儀,八姑,你們兩位的意思是怎樣 要不是我倆做的,這套戲不拍了 不拍? 當然了,拍來幹什麼? 不過這樣吧,如果不拍的話 之前給我頂和籌金 我沒得退 怎麼搞的?電影也不拍了 你拿了幾千萬就算了嗎? 炳儀,八姑 當初寫的合同和補充協議寫得清清楚楚 如果因為兩位的原因 電影停拍的話 後果由你們負責的 對嗎?是不是? 現在還是你了 恨做明星,你一搞就不賺了幾千萬 你這樣也罵我? 又是你自己說拍電影也不錯 又可以做明星,又可以做廣告 又可以威… 要不是你挑起這套筋 我怎麼會這樣想呢? 兩位…現在都無謂喊了 不如想想辦法怎麼跟媒體解釋好 有什麼好解釋?都不拍了 你用什麼解釋? 炳儀,八姑,現在外面全都流行 我本來打算在媒體面前 把電影停拍的責任揹上身 不過現在炳儀說都不拍了 這樣也不用我了,告辭了 你…別走 你等著 剛才你說揹…揹上身,那怎麼揹? 我打算開一個記者會 就說這部電影停拍 是因為我們大家藝術理念不合 從此無限期停拍 等到達成一指,再重新啟動 記者到時候會採訪你們 你們將責任推散我身上 就說我太追求藝術,很難溝通 就搞定了 是呀,說了又說了 開記者精導會又是我出癮? 當然不用了 生意不成,情義在 記者會,我來搞定 以後我們還是朋友 想不到你這麼夠義氣 好,你這個朋友,我交定 她們還是不合見影? 你不怕她們告你 然後問你拿回錢嗎? 她就算告我,也拿不回錢 合同上說得清清楚楚 一切後果自己吃得 不過八姑和泰智炳都吃虧了 她肯放過你嗎? 就是了,以她們為人 我還以為她們一定不會那麼容易放過你 你給我放心吧 她們現在謝謝我一來不及了 明天我們辦過記者會 就說這部電影拍不成 集任全都在我身上 還替她淨清閒閒閒 荒道理得很厲害 但她們一筆筆筒 還拿到人庭 對了,方導演,你真是靠近 八姑和泰智炳挺人 是要你才能自得她的 說完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方導演,看來我以後 都要好好跟你學習 這句話最適合聽 不知道五姑娘今晚 有空陪我吃飯嗎? 這陣子辛苦你幫我整理文稿 我就就這樣給你了 好,不過這樣 好東西應該大家一起分享 不如大家一起去吧,好… 好,大三元吧 不好,大三元貴價不飽 不如就去便宜的泰刀行吧 好… 豐富,大三元貴價不飽 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